小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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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曲台语歌后 朱海军现身南投中心新春 压轴演唱和后嗓音 让现场粉丝听得超过瘾 粉丝拿着手板替朱海军加油 不过她老公nono 近期卷入性骚性情风波 目前受害人数已经 多达将近30人 而nono自发表停止演艺工作后 就神隐至今 而妻子朱海军一现身舞台 面对媒体提问一概不回答 nono神隐但朱海军仍 维持演出行程 不知是为了救赋还是维持生计 一连唱三首歌曲外 还特别下台与观众握手拍照 心情似乎不受影响 东西新闻娱乐中心在南投报道 然后8点半左右的时候 老公电话就来了 我6点半就进去吃 吃了 你们是在哪里 下结账了没有 我说我现在在东区这边 可是 我朋友那些都还在聊得尽性 是要多尽性 6点半进去聊到现在 还不够尽性吗 要不要再约下一次再聊 我说你现在从东区 回到内湖这边 起码也要20分钟 你现在赶得起9点之前 回到家吗 我就说我尽量 她说你尽量 你是不用顾生命安全吗 而且你还带着我女儿 你现在想要怎样 她说服装哥 那个牡羊座的 应该是蛮严格的吧 其实应该是我是处女座 应该是我比较多一些 有的没有的那种原则还是 是错 其实是我老公 我现在的门禁是9点 好早喔 为什么 是不是很... 好早喔 我都还没下班 是不是没有工作 太早了吧 所以对演艺圈来讲的话 也是太早了 对啊 对啊 所以我晚上 几乎都是没有什么办局啊 所以你没有任何夜生活 我没有 我都是早午餐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就有一次就是 就是四个朋友 四个朋友而已 就加我女儿 我女儿 我还带着我女儿出去 就四个人这样子 然后八点半左右的时候 老公电话就来了 我六点半就进去吃 吃了 你们是在哪里 下结帐了没 我说 我现在在东区这边 可是 我朋友那些都还在聊得尽兴 是要多尽兴 六点半进去聊到 现在还不够尽兴吗 要不要再约下一次再聊 我说你现在从东区 回到内湖这边 起码也要二十分钟 你现在赶得起 九点之前回到家吗 我就说我尽量 他说你尽量 你是不用顾生命安全吗 而且你还带着我女儿 你现在想要怎样 你现在立马快点去结帐 你是在东区 要不是在什么战区 是啊 是啊 是不是要担心什么啊 压力迫降 所以那如果他自己 可以超过九点吗 什么超过九点 有一次他跟我讲说 他要去什么地方 开会 那我就过九点十点 我再打给他 那你刚才回来 你在路上吧 没有 我还在讲事情 可是对方的背景乐 却是有在 所以那天要玩到几点 凭什么 对啊 凭什么 对 这个是重点 剪下来当面照 对 所以刘律师 那像这一对夫妻 我们可以帮他 就是做离婚官司的吗 还没到那一天 总是会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的吧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做协调 就是说我们常常遇到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 他就是 他就是 刚结婚 然后结婚的时候呢 爸妈给他一栋很好 那个地段很好的房子 然后老婆就住进去 然后很顺利生了小孩 一切在生了小孩之后 老婆就整个性情大变 他要求老公不能加班 加班就一定要回来 然后不能在外面聚会 超过晚上九点才回家 然后有一次喔 他只是慢了半个小时回来 然后那个老婆回来 脸就超臭了 就跟他干掉 你自己讲的东西 你到底要不都没有做到 住九点回来 然后你九点半等等 反正就是讲了一大堆 这个朋友 他教了一些呼寻勾档 他就说跟他讲 老婆有这些抱怨的状况 然后呼寻勾档都说 所以说我们要去试一下 这一句太子 你要学进来 太危险的这一句 所以说他就是在 就是被这个呼寻勾档 就是塞人 所以说就好 我就刻意九点要回家 我就刻意九点半 都不再回家 然后老婆就打电话来了 使出一个杀手键 开视讯 所以在场所有的九席的 大家就全部都 叫做视讯跟他老婆对话 那里面呢 有一个人喝鏘了 有一个人喝鏘了 就是对他老婆 就比较不尊敬 有时候他老婆就问她说 为什么你手机一直响一直响 你都不接电话 然后那个喝鏘的朋友 就跟他老婆说 因为他手机放在裤子里 他裤子不戴身上 他老龙不是啪 所以我在身上 这个是个玩笑 也开太大了吧 就是故意要去 弄他老婆 然后后来他回家之后 他那一整个月都很难过 超慘 决定又跟这些朋友 暂时不要再往来 因为为了他的家庭安全 那我后来发现他老婆 情蒙大后 越来越超过 他认为说 这个台北的这个房子呢 是他跟他老公跟小孩的 利命之所 所以说就是不希望外人来打扰 可是这房子是公公婆婆 给他们住的啊 没错 但是他觉得说 就住久就是我自己的啊 所以他要求規定老公说 太离谱了 太确定了 真的 所以最后这个婚姻 就是走向离婚界 我进去女厕 就没有想到 他怎么也进来这样 枪XX柔XX 然后解褲子 我就问他是不是男人啊 都不道歉 你必须道歉忏悔 昨天五月他暗恨想要老车站 然后后面就恶心 你们全部人都觉得恶心 那时候收工 然后就是都没有人了 我以为没有人了 对 然后我我进去那个女厕 对 就没有想到 他怎么也进来这样 枪XX柔XX 然后解褲子 然后是因为后面 看到越来越多受害者 尤其是听到受害者亲身的事情 还有这些受害者的心境 是那么的痛苦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 去辅助他们 这边就是统一交给小红老师去处理 我就问他是不是男人啊 都不道歉 你必须道歉忏悔 你爽一时 受害者却要痛苦一辈子 你道歉忏悔是一定要的 其实圈内这种风气 我不能说行之有言 但是只希望metoo运动之后 这种风气就是不要再下去了 不要聚焦在我这个人身上 我这个人不重要 请关注metoo运动 这才是重点 我看过是坐在台上 那边的双手 哎呀那边好漂亮喔 他这样子 他比你双手 你当下会觉得有心坏力 可是他的双手 很漂亮喔 就很难 昨天五月他按了小红老师站 然后我们觉得是恶心 我们全部人都觉得恶心 私下无人的时候 就是上下请手 我不用装了啦 他要不要给我打炮 打炮也蛮 呃片场是蛮偏僻的地方 然后他就跟进来 然后对我强吻 我手抖大腿 然后我身上有随身的 手电筒 电击棒 趁他充限的时候 我就 电他我就赶快跑 对 我有反抗他吓到了 我觉得巨名 巨名出来很需要勇气 那你这是巨名出来指控这样子 有没有就是 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其实我本来没有勇气 我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受害者 然后我自己心里 阴影面积很大的 呃不只是因为nonal先生 那看到受害者越来越多 我真的觉得我需要站出来 深远小红老师以外 也需要替受害者讨公道 也为我自己讨一个公道 nonal先生到现在都不出面 问是男人吗 应该出 你自己跟小红老师这边联络 其实发现这个受害人比你想象还要更多更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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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